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聊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他的名字叫做 吉姆菲·沙托拉米卡拉耶维奇 他是一名乌克兰普通的战士,生于1982年 比我小12岁,他就是在最近 在弗洛达战役当中呢,被俄罗斯给俘虏 当然了,没有关到俘虏营里头去 就在战场,俄罗斯人就是 很多很多枪指着他 让他说,荣耀属于俄罗斯 看来俄罗斯人也是相当在意这个荣耀啊 但是呢,他抽了一支烟,然后用冷峻 深邃的眼神,看着那些畜生们 然后呢,就坚定的说了一句 荣耀属于乌克兰,斯拉瓦·乌克兰尼 然后呢,敌人就扣盾了扳机 向他打了那么十多枪吧,好像头上熏口 下腹,都是中了好多好多弹 那个视频啊,在推特上有 我就不忍心把它录屏,然后分享到 国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号上嘛 我觉得我不忍心,因为国内的脑残 特别的多,他们会说一些 亵渎英雄的话 我们再说一说俄罗斯畜生吧 俄罗斯畜生,为什么说他畜生呢? 其实你看一看,我昨天给朋友们推荐的 那个北京人在乌克兰,他的博主 孙光县什么,他最近,就是分发 发电机的那些视频,你就能够看到 就是,他们对普通的老百姓 都是建一个杀一个,建一栋房子,摧毁一栋房子 昨天我看,就是孙光发的那些视频里头 那家的女主人,她的老公 就让人家用坦克一炮给炸死了 炸死了,那个老太太啊,是相当的坚强 为了给老公留个全尸,把老公呢,就拖到地窖里头 保存起来了,当然也保存了一份罪证嘛 就是俄罗斯人的罪证 俄罗斯人对老百姓都这么狠 对,以前对他们一支射击 打死他们很多很多的,他们的那些 共犯,就是打死他们那些同伙的 那些乌克兰人,肯定是恨之入国 在战场上,就是被他们当场打死的 或者在战分营里头被折磨死的 不是那么一个两个,是相当相当多的 这个呢,等战争结束之后 可能都要一笔账一笔账地来算 你看现在在媒体上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说,所谓的乌克兰人杀佛虏 或者是真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俄罗斯人杀佛虏 都不是乌克兰人发布的 这些呢,都是俄罗斯人发布的 那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发布这些呢? 一个呢,可能就是掩盖他们的罪证 就是掩盖他们的罪行 就是让他们心里稍微感觉到舒服一点 给他们自己减减压 所以呢,他们就是布置一些场景 录制一些貌似乌克兰人杀俄罗斯战俘的 这样一些视频 然后他们自己把它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去 而昨天传遍了全世界各地各个平台的 这些视频跟图片 可是俄罗斯人他们杀乌克兰战俘的 是他们自己拍,自己发的 当然了,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取证啊 追究啊,肯定是少不了 另外一个效应就是他们为乌克兰人 又增加了一个英雄,增加了一个热点 乌克兰人肯定更加会囤出敌忾 这是今天给朋友们聊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稍微聊一聊 俄罗斯的民心士气吧 现在俄罗斯的民心士气是相当相当低的 别看表面上是渣渣乎乎的 实际上,问题是相当相当大 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车城那个匪首 卡多洛夫已经中毒了 从他的照片,从他最近的一些行为 我们看到,他是相当相当的危险了 他现在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人医生了 甚至不相信他们车城医生了 而是从国外找医生,治病 他的亲信好像被毒死的 也有那么两三个人了,是相当相当多的 另外就是俄罗斯的电视政论节目上 现在也在散发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 他们就是,反正是颠倒黑白吧 说是乌克兰人挑起的战争 乌克兰人想打我们的 现在呢,乌克兰人又不想停下战争 我们要想办法停下战争 这场仗啊,时间在乌克兰那一方面 我们要尽快地恢复和平 最起码停战 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点点希望 等等等等吧,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还是同样的一批人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吹嘘他们能够多少个小时 所控制整个乌克兰的还是那帮人 他们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的悲观 前面,就是在这个视频的开头 我们说到那个英雄 继莫菲,沙图拉 米卡拉耶维奇 当然他就说了,荣耀属于乌克兰嘛 在这我也稍微说一说荣耀 说一说,我对荣耀,荣耀的一些体验吧 我自己一些亲身经历 我以前不是说过嘛,就是自媒体 不能光说别人家的事,也要说自己家的事 我在小学的时候 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学习相当相当的差 三年级的时候勉强,四年级的时候 就当了学霸了 一直保持到初中 当中也拿了很多很多的奖 觉得那个奖也拿到手软了 我初中的时候把这些荣誉也不当回事了 有一次学校呢,就给我发了奖状 那时候这个奖状 学校觉得奖状设计太丑陋了 不好看,又小 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买了一幅山水画 在山水画上写了 因为什么什么获奖 同时呢,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奖品 就是一些文具 学习运具 我呢,就是拿着那个往家里走的时候 因为我家离学校 还有一段距离,顺便说一下 那所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被拆掉了,我们那儿现在没有初中了 孩子们如果想上初中的话 得翻山越林,到 郑政府所在的地方 去上,很多孩子在路上 有被车撞死的 有自己出事故死的,还有被人 强奸的,等等,都有 一股血泪啊,这个 以后有空再给朋友们聊吧 就是说,当时我拿这个奖状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路过他们家葱吧 路过他们家所在那个葱的 弄辈分呢,也是我们那个哥吧 他就说,哎呀,你的东西太好了 我太羡慕了,我在那儿就谦虚嘛 我就说,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个我年年都拿,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那你把这个奖状给我,我挂到我们家去 因为那个奖状,它不是个奖状 它是一幅画,山水画很漂亮 我就说,行啊,那你就挂你们家去吧 我讲的,我反正有文具,我那时候缺文具 我就把文具拿回家去了 完了,我老爹老妈就问 那你的奖状呢? 我说,奖状谁谁谁拿回他们家去了 啊,我老爹老妈就活了 说,那是你的荣誉,荣誉一定 是属于自己的,要珍惜自己的荣誉 你去把它给要回来 我呢,又舔着个脸 很不大情愿的,到人家家里头去 把我的那个奖状 那一幅山水画又要了回去,要回我们家了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相当相当懂事了 懂什么事呢?就是看了很多很多的小说 看了很多的书 也看报纸,看杂志 上面经常说 就是真正 就是说,厉害的人 要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啊 那我那时候就是让荣誉 结果呢,让我父母亲 给搬回来了,说 荣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你要非常珍视这个荣誉才行 那是你真来的,别人他没有付出 他们得不到那个荣誉,他放在他家里头 也是一种,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吧 所以呢,就是 对别人也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 从那以后,我虽然陆续也拿过很多很多奖 我呢,就再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嗯 这个,后来工作之后啊 我又深切地体会到了 各种荣誉带来的实惠 那你如果上学的时候呢,一张奖状 就是一张奖状,它没有别的 但是你如果工作之后,那一张奖状 后面,可是 有很多很多的钱在里头 我那时候到一个新的单位 我两地分区嘛,是国营的大单位 然后呢,就是人家说 你要解决两地分区,你就争取一个 拿一个,就是 劳模 我那时候已经相当相当现实了,我就给他们说 嘿嘿,劳模 我在这干上一辈子,我也拿不到个劳模 我怎么努力,我做出多大的成绩 劳模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劳模是某某人的徒弟 某某人的师父 某某人的女婿 某某人的小舅子 跟我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的 好了,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 拜拜 拜拜